大家好,我是卡姐。 卡姐今天坐這班船,看到夕陽。 我這班船就是Iman 5時55分開, 即是六點鐘,六點鬆一點就上船。 這部Ferry就開回去Vancouver的了。 你現在看見了,那部Ferry現在開回來碼頭這邊的。 等車、行人落後,這邊人先上渡輪, 然後車上渡輪,很虛陷的,等一下就拍一拍給大家看。 剛剛那幅圖就是港附近這一邊的海域, 有些鯨魚出沒的,很容易看到鯨魚的。 所以溫哥華這片的海域那裏, 就有很多那些官蟹的生意的官蟹船, 就可以帶你出去看那些鯨魚。 現在我就上了Ferry上面,看到日落。 在船上面去看日落, 你和在陸地看,是兩回事。 望望大海那裏,你看到太陽, 和你在沙灘,或者在山上去看那個夕陽, 是不同的觀感。 現在卡姐都是不會坐的了。 來回船,卡姐都為了拍一些風景給大家看, 就不錯了。 朋友就說,坐一坐吧,很累的。 那麼久的船程,你就是這樣站在甲板那裏,又冷。 我希望拍到一些美好的風景給大家看, 就站足差不多一個小時。 都非常之冷了。 可能再過一個月,一個月左右, 就變成是夜長日短了。 將那個夏天日照時間,就反過來的了。 那麼現在我就慢慢走去船尾那裏。 其實這些船好像兩邊都可以開的那樣的。 那麼看一看,很虛陷的。 那些車全部排隊, 什麼車都有的,很大型的貨車都有的, 就上這個道輪的。 那麼這個海岸,很多東西都是靠大陸那邊就運過來。 其實它都是大陸的一部分, 只不過它是山的那一邊,海的那一邊。 所以就是所有東西要運過去了。 大家看到了,那些車就很空隆而響了。 那麼就開始陸陸陸續續, 就駛進去那個道輪停車那裏。 那麼很多車,就排到很遠的。 特別這一班船是比較多人的。 那麼有些人呢,它是不慈辛苦的。 它在Vercouva那裏做事都好。 可能它的家就安在這個海岸。 所以五點鐘, 在北高華的Horch Bay的道輪碼頭, 他們就上道輪, 然後就差不多四十幾分鐘, 一個小時, 來來回回, 上上下下下的時間, 在這裏計算起來, 就會回到家了。 在北美洲, 連通勤時間一個小時, 就很濕碎了。 其實在Vercouva都有很多人, 每天通勤, 是坐那些特快列車的。 住在一些城市裡面。 那麼為什麼要住到這麼遠呢? 其實就是比較多本地人, 是採用一種這樣的居住的地點。 那麼很多亞洲人, 特別是在九七前後, 很多香港和台灣的人過來, 就買了市內的一些房子。 那麼當時那些西人就賣給那些中國人的房子。 然後他們自己又去托方, 去一些比較遠一點的地方住。 那麼探那邊呢, 空氣好, 那些屋子很新正, 還有屋價很便宜。 那樣呢, 他們就不斷向外圍那裏搬。 那麼也有很多人呢, 就搬進去那些島那裏, 那些島那裏住, 做島主。 茶姐, 都很多朋友, 直接是自己買了一個島的。 他們要將那些海水化淡, 那要自己做這些工程。 因為有些島呢, 它本身是有一些湖, 但是有些它是沒有, 那些湖的時候呢, 它是沒有淡水供應的。 你只能夠是靠下雨的時候, 或者下雪的時候, 那你就建一個那些水池, 來積淡水而已。 那麼自己的交通呢, 就是自己拿那些水陸的那種飛機。 其實飛機呢, 那些飛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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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多人擁有的。 也都不是太貴的。 或者是自己擁有一部遊艇。 那這樣東西呢, 就是他們在那個島, 和回到那個大陸, Vancouver這個地區呢, 就是一種連結的通勤方式來的。 那麼很多人就是喜歡是這樣。 其實買進來住呢, 那麼當然啦, 是很寧靜的。 還有, 真是面向大海的, 你的房子, 有些直接站在岸邊那裡, 是每天都聽到那些浪徒聲, 那些大浪呢, 打入去那些岩石的那些聲音, 就好像那些搖南曲那樣。 這些呢, 就可能多數都是那些本地人, 或者是好像我們那樣在那裡成長的人, 就能接受到。 如果你說是城市的感覺, 好像卡姐最近都是有一個朋友, 我就拉著她出來玩的了。 她就來自於上海的。 她就說她是很城市人那種感覺的。 她很多東西都很害怕的。 但是呢, 我拉著她幾次出來, 現在就很大膽了。 我說其實沒事的。 入鄉隨俗, 有時候那些居住環境的轉變, 你就要享受那些大自然。 是吧? 那麼, 他們真是很寧靜的, 在這個島上去生活。 其實不是島來的。 他們在這個海岸, 是連著溫哥華大陸, 綠地那邊的。 只不過呢, 就是他們那個交通, 主要就是坐這個fairy過來。 因為他們這個海岸和溫哥華, 是有那些很多的山脈, 是隔了。 所以就沒辦法了。 他們出出入入, 在這個海岸都是這些fairy的。 好了, 大家就跟著琦姐的鏡頭慢慢看了。 都幾冷下的。 不過, 林烈的海風都阻擋不了我, 希望拍到一些直陽西夏的片, 在船上去看到直陽。 慢慢看, 那我就說回了。 那些朋友就說, 琦姐, 現在好像河滋滋, 做什麼呢? 那些人都不感興趣的了。 慢慢慢慢的, 那些熱點應該是消退的。 其實也是的, 是不是? 她又不是什麼特殊人物, 也都沒有一個team, 一個團隊, 很專業的團隊, 跟她打造形象。 她現在越做就越, 不懂怎麼說她, 在半夜山間, 在那裡敲門。 我聽到有些youtuber就說, 好像在酒店房裡面, 敲門的聲音一樣。 做古做怪, 其實做更多的事情都沒有用的。 因為你一個視頻來講, 你整天都是沒有內容的, 這麼空洞的。 你會不會是長期跟著她來看呢? 整天就看她吃東西, 又不是吃什麼好東西。 整天的背景就是一塊窗簾, 就好像之前那個秋水王。 現在好像潛了水, 不見了她去哪裡呢? 真是那個秋水王。 那時候她在英國那裡拍的那些視頻, 永遠就在一個屋角的窗簾前面。 這樣從早上到晚, 那這些是否生活呢? 如果你說是全職做youtuber的, 那就不要把自己的位置做到這麼清高。 就真是打正旗號, 就跟那些網民說, 我現在就是希望賺錢的, 賺很多很多的錢的, 盡快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要達到十萬訂閱, 要賺很多錢的, 你就直接說。 就不要說到自己有老航專, 又好像不止以前, 又說自己以前是多輝煌。 你說這些說話, 但是呢, 你和你的現實生活呢, 是脫了折了, 即是不拉牆的, 是吧? 如果你是真是退休生活的, 你不應該是, 將自己的生活由早上到晚的, 是吧? 那你已經是沒有life的了, 所以, 你退休的了嘛, 如果你說真是博殺的, 那你就正正經經跟別人說, 是吧? 如果我阿琪姐的, 我真是要博殺的, 我是靠這一份做youtuber的, 來真是維持兩餐的, 我就真是很拼命, 我也都很老實, 很誠實地去面對我自己的處境, 每天都叫人點讚讚, 是吧? 你一定是有這樣去催谷自己, 那雖然, 我們雖然是做業餘的, 是吧? 但是, 如果那些網友能夠訂閱, 或者是留言, 那這些也是support到我們, 繼續有這樣的支持, 有這樣的信心, 往前走, 是吧? 我相信每一個youtuber, 都希望是有一個流量的, 如果說流量來講, 是一定希望有的, 如果是說做義工的, 做了出來, 你們看不看, 我都照做的, 那琪姐就無謂了, 是吧? 這些, 其實回去剪片, 上傳, 做封面, 都是要浪費我的時間的, 是吧? 因為我現在覺得, 每一天的時間, 對於我來說, 非常非常珍貴, 趁走得走得的時候, 我到處去玩的, 是吧? 玩完, 回到家都是很累的, 就算回到酒店都好, 都很累的, 是吧? 那我不如休息吧, 我做什麼還要趕著來剪片呢? 希望有個流量, 希望有個收視率, 這個是很誠實的, 我也都很誠實在這裡來講, 但是, 如果你說, 要琪姐, 由早上, 喝了杯咖啡, 吃飯, 一路這樣, 坐到晚餐夜, 做十條八條片的, 那這樣東西呢, 我就寧願去, 那些餐館後欄那裡洗碗, 做洗碗阿嬸, 我就真的, 不可能是, 這樣了, 是吧? 望天打掛了, 就是一個這樣, 很現實的問題, 是吧? 講到何茲茲, 她現在, 這樣的一個, 直播的形式, 其實, 就算那些人, 爭不爭她呀, 投不投訴她呀, 她都很難再維持下去, 因為, 都沒有東西看的嘛, 我有時都很想看一下, 她有些什麼看的, 沒有東西看的嘛, 是吧? 只是縮在那間房裡, 閒話家常的, 要不就罵人, 罵人現在, 她再醜陋的面目, 我們看過了, 再爛達達爛口王那些, 我們也都看過了, 她做情村小三的事情, 我們也都知道了, 那現在還有些什麼呢? 之前敲門那個時候, 可能那次呢, 就是她初初遇到, 她想著, 原來敲門呢, 有這麼多人關注的, 這麼多人看的, 其實現在, 真是狼來了了, 我覺得她很多事情, 再去重複做的時候, 就是狼來了的, 你敲門敲到門爛了, 那些人現在都不敢興趣了, 是不是? 還有就是, 你罵你的老公, 你就罵了, 什麼都罵了的, 還有什麼還沒罵, 是不是? 沒有東西還可以罵的了, 現在呢, 就有幾個熱點, 可能還會爆的, 就是, 一就是收她那間公屋, 二就是, 她可能放下這個老千, 自己離婚, 走了出去, 但是那些, 可能都是一兩個星期, 就會是報道完畢的了, 沒有理由, 再是長期跟著她的, 我不知道她有沒有一種危機感, 如果她想在這一行那裡來, 找到千億, 就不可能的, 她現在的形象也都爛了, 帶貨也都不可能的, 有哪個供應商, 夠膽給那些貨去賣, 就是只會搞的, 那些人買了, 立刻又說, 那些貨不好, 又說要退貨, 那供應商, 真是欲哭無慮, 這樣給你一些貨賣, 是不是, 那她賣貨賣不了, 她打工又不想打了, 其實你說, 做Youtube這行, 是不是賺到千千萬萬呢, 我就, 不知道了, 你問一下那個, 香港的Martin, 他還沒過百萬訂閱的, 看看他賺多少錢, 是不是, 但是, 那個Martin都很努力, 都很努力, 就是, 煮菜, 年輕人來的, 然後帶他媽媽出去, 去吃那些菜式, 其實, 她都一直在看見, 是在轉型著, 改變著著, 不是一成不變的, 做Youtuber就是這樣, 就是, 卡姐之前, 都是拍一些, 我們Local北美的, 一些視頻, 後來就, 咦, 香港這個, 都幾震撼, 也都, 幾多朋友問我, 你有沒有看啊, 這樣, 報導一下吧, 卡姐, 你轉播一下, 報導一下, 這樣, 那我才是, 開始拍香港, 這些這樣的, 追蹤, 啊, 何痴痴的視頻, 這樣, 那你說, 那何痴痴這件事, 慢慢平息了下來,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 報導呢, 都有的, 是不是, 始終香港都是, 卡姐是來自於這個城市的, 無論, 很小時候移民都好, 但是, 都是曾經住過, 而且, 我對香港的, 感情是很深, 儘管現在, 都變了很多, 但是, 始終, 那個地方, 都是, 有很深的情意結, 我只能這樣說, 而且, 也都有很多的朋友, 問我, 溫哥華的情況怎樣啊, 如果我們有心, 想移民到加拿大, 選擇哪個城市比較好些啊, 那裡的生活環境怎樣啊, 都有很多朋友, 叫卡姐去介紹的, 我會是, 根據一些朋友提出來的問題, 我都會日後找機會, 一一作答, 很多移民, 最多都是來了二、三十年的, 你說, 如果是超過五十年的那些, 我相信是不多的, 五十幾年的那些, 根本上就很少的了, 有都不是做這個Youtuber, 也都不會說, 自己做個頻道的, 很多都不會做, 我甚至有很多時候, 我都鼓勵我的朋友做的, 我說, 你們都很有經驗啊, 從香港過來讀書, 我認識有對夫妻也是, 她七十年代, 在香港過來讀書, 一直都是定居這裡, 都沒有怎樣回香港了, 但是她說, 都很模糊, 香港的證件都沒有了, 沒有回去換了, 這樣, 就是很少回去, 所以那些證件都沒有換的, 已經是失效了, 但是, 他們都說, 他們是來自於香港, 但是, 更加的生活的重點, 就放在北美, 因為那些小孩大的時候, 又在這裡成家立室, 那你, 主要的生活, 家庭啊, 居住地點啊, 都是在北美的時候, 很多時候, 就會是, 重點是放在你自己居住的城市, 那我今次也都, 有個這樣的機會, 也都去報道一下, 我家鄉的一些事情, 也都希望, 評論一下, 雖然我不是住在那個城市, 但是, 對於卡姐來說, 我和這個城市, 從來都沒有切割過的, 我到今時今日, 我都還是香港的納粹人來的, 所以, 我有時覺得, 我評論呢, 我都不是說為過, 而今次就是, 踏了隻腳進來, 就評論香港的事情, 也都, 真是好看不慣, 和痴痴這些, 去浪費, 我們納粹人的錢, 是吧, 去, 佔用公共福利, 資源, 所以, 我也是, 發聲, 在這件事上面, 也有些人留言, 就說, 你住在這麼遠的地方, 這裡的事, 關你什麼事, 那我當然是關我的事, 是不是, 我交稅, 交稅是不是關我的事, 是吧, 雖然說, 我現在是住在北美洲, 我是可以享受到, 美國和加拿大兩邊的醫療福利, 但是, 雖然說, 用不到香港那邊那些, 我也都不需要用, 我每一次回香港, 我都有我自己的保險, 可以, 如果需要的話, 我用回我自己的旅遊保險, 但是, 我都希望, 納粹人的錢, 是用回一些, 真正有需要的, 民眾, 去享用的嘛, 沒理由, 見到它這麼富貴, 那你還在那裡霸佔那間公屋, 實在, 真是很不公平, 也都很氣憤, 看到, 我也都不會理會這些人, 在那裡講一些東西, 我們現在看回這幾個月來, 紅紅火火地做到, 何痴痴這件事, 看得出, 已經沒有什麼新招數的了, 聽說又說, 她和電影版復仇一號者, 就好像說, 割席啊, 又不對啊, 其實, 何痴痴這個人的性格, 都很難夾得到她, 電影版復仇一號, 亦都不是善男信女, 那兩條鑰匙, 扣起來, 就單單響了, 所以, 怎麼會夾得來呢, 始終, 都是一種, 利益關係的, 是吧, 單去評論, 何痴痴的性格, 很自大, 很狂妄, 很目凶一切, 亦都是很霸道, 就算你說朋友, 家人之間, 都很難跟她相處, 她不會留餘地給任何人, 你的人幫了她又如何, 她都可以的, 一秒鐘是反桌的人, 沒有什麼顧念, 什麼親情, 或者友情, 我相信她的字典裡面, 就沒有這個字的, 現在她就真的很牽強, 很, 怎麼說呢, 是做得很, 毫無價值, 講到這裡, 大家看一下, 太陽準備落在山的另一邊, 很壯觀的, 如果在船上, 你看出去, 就更加有不同的景觀的感受, 海風就是很厲害的, 我免得在這裡, 又播出來了, 因為海風一厲害, 可能大家就聽不到, 家姐說什麼, 但是我也會放少少給大家聽聽, 其實趁著這個, 冬天還沒下雪的時候, 家姐都會去一些不同的地方玩, 去一些小鎮, 陸陸續續都有很多片, 是給大家看的, 分享一下北美洲, 遲些我也要回到美國, 因為那個居住規定, 差不多要回一趟去的, 所以都是兩邊走, 我也都希望有機會, 也都好像我之前那樣, 在美國的那邊的生活上的一些分享, 我希望呢, 也都是給到我的網友去看一看, 我自己個人覺得, 不知道對還是不對, 只是純粹是我個人覺得, 何時之, 這件事呢, 也都是接近尾聲的了, 因為再沒有什麼, 我們覺得是有什麼熱點可以看呢, 聽說現在七天之後, 又說接多一張紅牌了, 他應該是自我檢討一下, 經常就說黑粉害他, 其實究竟是, 自己在那個視頻的操作上面, 做過一些什麼, 應該做一個自我檢討, 其實不一定說是他的, 我們每個人都是的, 每走一段路都回頭看一看, 都去檢視一下自己的一個走過的路, 德與失, 都應該是做的這件事, 你看看他, 那個人是很目凶一切, 很自負, 又沒有能力, 又沒有知識水準, 但是呢, 他就是很折騰一個人來的, 現在其實, 做什麼敲門, 說什麼派出所, 又說沒有酒店住那些, 已經那些人開始, 不是說太過好像之前那樣, 很感興趣, 看看他又做什麼先, 現在你敲不敲門那些, 都沒有什麼所謂啦, 你都敲開門的啦, 不需要再做這些事情, 如果一個YouTuber, 你希望將自己的頻道更加之, 那條路走得長久一點, 就不要經常是, 製造這些這樣, 很無厘頭的, 事端出來, 就去引人注意, 他在很快的幾個月之內, 將他所有的, 要製造事端的事情, 基本上其實都做完了, 現在公屋來講, 沒有什麼期待啦, 我都已經, 呼籲了這麼多, 政府都好像, 不問不問, 沒有做事那樣, 或者有做啦, 但是我們看不到那個feedback, 我們看不到那個成效啦, 但是我們都, 開始放棄了, 不期待啦, 你收就收, 不收就不收啦,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啦, 是吧? 這件事情都困擾了很久了, 是吧? 亦都很多人都很關注, 亦都引起很多人的憤怒, 很多人, 認清我們的處境, 原來呢, 有些人可以這麼肆無忌憚的, 無論他的講話, 無論他的行為, 都可以是沒有管束的, 這件事, 亦都令到我好跌眼鏡啦, 真是, 有人可以無政府主義到極致的, 但是, 好像都沒有去扶的, 這樣, 有時真是, 亦都令我想起, 是否真是沒有管管呢? 所謂的無懼無怕, 就是因為他碰瓷了之後, 覺得, 他不會是有法律的約束的, 你的人做什麼都好, 他都會是平安度過的, 那很多事事實上, 現實上, 亦都放在我們面前這個人, 現在亦都在演繹著, 這一種這樣的行為, 那我們, 除了無奈之外, 還有什麼可以做呢? 我覺得就, 嘆息啦, 亦都讓我們認清楚, 有人可以這麼橫行霸道的, 無論如何都好, 這件事暴露了出來, 我一直都在說, 是好事來的, 一直都有很多這種這樣的大媽, 來到是, 破壞別人的家庭呀, 甚至是, 搞到別人家破人亡呀, 都有的, 好像陳健康那個事件, 我相信真是, 都很多人記憶猶新, 是吧? 這些是, 直接沒有道德底線的人, 沒有一種敬畏, 人生沒有敬畏, 所以, 他亦無懼無怕, 只有, 沒有一種敬畏的人, 敬畏你可以是, 對宗教呀, 或者是, 對上天呀, 或者是, 對一些道德的事情呀, 或者是, 敬畏有因果循環呀, 有敬畏的人, 你很多事, 你會是, 害怕的嘛, 你會止暴的嘛, 那個是一個, 無形的束縛, 你會恐懼呀, 之後, 發生了這些事, 或者我做了這些事之後, 會帶來一個, 什麼後果呢? 我可不可以, handle到這個事情, 平安度過呢? 因為自己是心虛的嘛, 始終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是嗎? 他經常在說, 無懼無畏, 又說帶兵上戰場, 即是他整個人生裡面, 就是鬥爭, 鬥爭, 鬥爭, 就可能真的很多的鬥爭, 在他的身體的DNA裡面, 其實這個世界不是這樣的, 有很多事情, 是很圓滑去處理的, 是不是? 一人讓一步, 或者真的不要那麼囂張, 你的人生的路, 是走得比較穩一點的, 因為如果你, 無論你打工也好, 就算做老闆也好, 你可以, 對那些員工呼喝, 那些員工也可以炒你魷魚的嘛, 真是, 立刻就跟你說, 我不做了, 我不做了, 就給封辭職信你, 我遣散費都不要了, 我就是帶你, 那你走了這個員工, 你可能這個員工幫到你很多, 有很多事情不是這樣的, 特別做過生意的人, 就知道了, 有很多事情, 我們需要委屈求全, 有很多事情, 我們需要包容, 有很多事情, 我們要磨合, 不是說, 就是, 你們這些人害我, 你們這些人抹黑我, 你們這些人怎樣, 那你喜靈喜角的話, 人生那條路走得很艱辛的, 有些事情, 不是說, 你百分之一百對, 你就是, 就是, 企硬, 有時候都是要妥協的, 人生是, 在不斷的妥協裡面去調整的, 不是說, 真是, 一本通書讀到老, 企硬是不行的, 所以, 這個何痴痴, 她沒有什麼人生經驗, 也都沒有工作經驗, 也那個知識水準很低, 所以, 她整個人生, 跟她講話, 談吐, 事情的處理方面呢, 是, 很差很差, 真是, 看不出去是, 真是, 活到一團糟, 滿地雞毛, 現在, 卡姐都學到一些, 一些移民的朋友, 教我說, 慢地雞毛, 學到慢地雞毛, 何不必呢? 卡姐, 在去那程的, Ferry, 和現在, 回來的Ferry, 全程都沒有錯過, 就是在甲板上, 一圈來拍, 和逆風而行, 要很有力量, 才可以向前走, 因為那些海風, 是大到, 幾乎, 將你吹塌, 而且, 卡姐, 還要背著, 一個大背囊, 因為裡面, 什麼都要有的, 特別, 那些攝影器材, 都很沉重的, 背包, 揹著, 都幾辛苦, 回到去, 真的要好好休息的了, 好了, 船就靠岸了, 卡姐, 就要上船了, 等待下一次的旅程, 再和大家分享, 多謝大家收看, 下期再見啦!